想练好后弯 那就先练好上拳 那上拳基本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它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吸气之间就过了 一个国外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 他说我们总是给下拳五块饼干 那我们也要适当的给上拳五块饼干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上拳去集中的去想一想 给它深入一点点 老师把手放在你的肋骨两边 你看我刚说的 最好是手张开的时候 大拇指张开 能够要去顶到你肋骨最后一根 那你在这个位置推起来的时候 是很容易用手臂去推 结果一个拉伸极致的动作 你做成了一个推举很极致的动作 手放肋骨两边 先把你的额头放掉 在这里额头埋下 也会让你更专注在自己身体上 想的是什么 你的两个肩头靠近 那你在这里会感觉到 我的肩现在有两边往中间收紧了 说通俗一点 你的肩可能有38厘米宽 我现在让你收到只有20厘米 这个能理解吗 如果你还不能理解 那你再去想 你把自己想得像一个大闸蟹 从后面给你捆到一起 当然你自己是没有办法 你的两个肘碰到一起的 也不能说绝对吧 可能总有一些奇特的人 现在我问问令老师 手掌在地是什么感觉 是轻的还是压得很湿的 很轻对吧 轻到你的手可以抬起来 对的就是要保持这一段收紧 你靠哪个立起来 上前要靠哪个立起来 靠你的胸腔慢慢推起 手甚至都能够抬起来 上肢慢慢的推 转肩手肘靠近 好吸气 适合单身先推起 可能到一半觉得手 没有办法再轻的时候 趋一点点手臂 趋一点点手臂 再弯一点手臂 再去转肩头 然后身体皮向前方推动 始终保持大臂 这一段夹着 你看看令老师 这个做的就特别好 始终去夹着你的胸腔往上顶 还要有一种感觉 你拿你的小前头 捶他胸口 让他的胸往上去顶